世界上最好的掌上游戏设备是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会回答Switch 对吧? 也许会有人回答PS5 这个还是算了 如果按照硬件配置来的话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回答比较强的游戏手机 比如说这只眼睛 对吧? 但是这些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价格不便宜 Switch Lite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还是要花费1300元以上 更不用说那些游戏手机了 ROG2就算是二手也要将近3000块钱 那即便再亲民的 比如说这个外观酷似PSV的摩奇 用了高通710之后 还是要卖到2000多块钱 那么有没有可能花费非常少量的钱 比如说500块钱左右 就打造出一台性能足够强 手感也足够好的掌上游戏设备呢? 我告诉你 这完全是可以的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PlayStation Phone 游戏转开玩笑 我们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来的呢? 一台超便宜的掌机应该怎么搞呢?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个PlayStation风 对于廉价掌机 我们的思路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旧的安卓手机搭配上一个手柄 或者其他各种外设来做成我们的掌机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掌机要基于什么样的手机来打造呢? 我觉得用旧的旗舰机是最合适的 现在两三年前的旗舰机已经降价降得非常便宜了 闲鱼上有很多搭载了骁龙835的手机 已经掉到了600块钱左右 非常超值 但就这样还是有点超过我们的预算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最终就放到了骁龙820和821的手机上了 其实820和821作为当年旗舰机的配备 放到今天依然不过时 尤其是它的GPU 它们的GPU甚至比今天的730还要再强一点 对于游戏来说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这些当年的旗舰机如今的二手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甚至比现在二手的中低端机还要便宜 我们最终采用的这款是乐视的Pro3 对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倒闭的乐视 这个机器当年就是821机型里高性价比的存在 首发才1799元 而现在你猜它在闲鱼上卖多少钱呢? 300块钱 300块钱买一台821的手机 这笔生意可太滑的来了 所以我们二话没说 直接有300包邮马上逃了一台 我们搞来的这台整体成色看起来还不错 前主人已经更换过了新的电池和屏幕 而且换的是酷派S1的屏幕 而不是乐视Pro3原来的屏幕 酷派S1是乐视Pro3的姊妹机 这两台机器除了正脸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你还别说 乐视的设计我感觉是有点丑的 我们当年就在吐槽它这个大下巴 大额头 超丑的金色配色 还有最著名的跑马边框 反而是酷派的这个正脸 我觉得反而比乐视更加的好看 有那么几分Nexus的味道了 不过我们选择乐视Pro3 并不只是为了它这颗821而已 还考虑到了别的因素 比如说这台手机的电池容量高达4000多mAh 这个电池在当年也算得上是海量了 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毕竟对于一台掌机来说 我感觉可能续航比性能应该是更加重要的吧 还有就是它的外放 乐视Pro3用了立体声的双扬声器 这个在当时也算是比较良心的了 毕竟乐视的本质就是卖片嘛 这手机的音质要是不好 这片怎么可能看得爽呢 对吧 不信你就来听听看嘛 哇 这个外放效果感觉比Switch要好多了 对于一台掌机来说 这个外放显然也是一个加分效 除此之外 这台机器也采用了5.5英寸1080p的LCD屏幕 大小作为掌机也正合适 如今你要购买一台旧手机的话 我也是强烈建议你选择LCD 而不是AMOLED屏幕 因为你现在回头去看看三四年前的AMOLED机型 很多都遇到了严重的烧屏问题 三星甚至还要面临黑点的问题 相对来说 LCD的机型在屏幕上的翻车率会稍微低一点 这样看下来的话 乐视Pro3简直太适合拿来做掌机了 每一个特性都符合对掌机的要求 当然了 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耳机孔 乐视是最早一批砍掉耳机孔的手机厂商了 如果一台掌机没有耳机孔的话 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好在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 究竟怎么办呢 待会儿就告诉你了 除了乐视Pro3之外 其实300元左右 还有很多其他不错的 适合拿来改造掌机的旧手机 比如我刚提到的酷派SE 就是乐视Pro3的翻版 买不到乐视的话 完完全全可以买酷派 还有一个选择 同样也来自一家很有争议的厂商 那就是锤子的M1L 这个机器可能是最不锤子的锤子了 到处充满了妥协的气息 用起来也不好用 但好在它的硬件配置足够好 同样也配备了821处理器和4000mAh的大电池 M1L的屏幕还更大一些 达到了5.7寸的2K 并且这台手机还保留了耳机孔 我觉得还蛮适合拿来改造成掌机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台手机了 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个手柄对吧? 首期我们花了300块钱的预算 那手柄我们就给到150的预算吧 毕竟手柄在整个项目里 我觉得是起到关键作用的 一定要好用 150这个价位呢 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淘宝爆款蓝牙手柄 也可以买到非蓝牙版的散装Xbox One手柄 或者可以买到橙色很新的2手PS4手柄 但是根据我们实际的使用体验来看 基本上那些爆款蓝牙手柄 首先就可以排除掉了 因为这个价位 再好的第三方蓝牙手柄 做工 握持手感 甚至稳定性上 都远远不如Xbox和PS4手柄 这个是我亲身体会 微软和索尼投了G1进去研发手柄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方蓝牙手柄 唯一的优势就是有自己的游戏厅 可以给一些手游做按键映射什么的 但是说实话 这件事情你也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去做 反正我个人是不介意在这个上面多花点时间的 但是手柄的质量和手感如果不好的话 这个就真的不能忍了 对于选择Xbox手柄和PS4手柄的同学来说 你都需要买一个手机转接支架 这样你就可以把手机接在手柄上面了 这种支架卖得非常便宜 我们这个只花了16块钱 我建议你们选择这种可以整个套住手柄的支架 这样可以固定的比较老一点 而且这个允许你自由的调整俯仰角度 甚至可以把它整个合起来 颇有一点英伟达Shield掌机的感觉 除此之外 我们还买了一根数据线 Micro USB转的Type-C 把我们的手柄连接到这台手机上 我本来还担心线会不会太长 结果淘宝上正好有线程卖18厘米的短线 长度正好够用 而且16元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那我们就直接买了 有的同学肯定要问了 既然有蓝牙 为什么还要用有线连接呢? 这就涉及到两个非常关键的功能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XBOX手柄和PS4手柄 在安卓上也是支持震动反馈的 你看这俩手柄相比其他手柄又多了一大优势 但是蓝牙模式是不支持震动反馈的 要想使用震动反馈 你必须要用有线连接 哇 这一听就很头疼 其实谷歌也觉得很头疼 所以在最新的安卓内核里 已经完善了对PS4手柄的支持 一些新机在刷上了安卓时之后 终于可以实现蓝牙震动了 甚至我们在1加7 Pro上 还可以完美地支持触摸板 可以把手柄当成鼠标来用了 但是绝大多数之前的手机就没有那么幸运 只有通过有线连接才能实现震动反馈 用有线连接还有另一个原因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乐视手机没有耳机孔吗? 虽然乐视没有提供耳机孔 但是索尼提供了耳机孔啊 你没听错 PS4手柄上的耳机孔是可以用在安卓手机上的 出声完全没问题 对于取消了耳机孔的手机来说 这个简直是福音啊 不过这个解决方案其实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那就是哪怕它没有插耳机 声音也会往手柄上输出 然后外放就不能出声了 它不能自动检测耳机有没有插入 如果我们要切回外放的话 就要进入开发者选项 把这个关闭USB音频转接打开 对于不想用耳机的同学 你这个选项常年开着就可以了 抱着好奇的心态 我们又做了一点探索 发现这个转接功能居然还可以用在iPad Pro上啊 不得不感叹索尼大发好啊 下一次iPad想接耳机的时候 直接找个PS4手柄当耳机孔就可以了 比较可惜的是 同样配备了耳机孔的XBOX手柄 就不能在手机上实现音频输出 XBOX手柄的音频口很可能是需要驱动才能正常工作的 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最后放弃了XBOX手柄 而是选择了Drew Shock 4 纯粹是因为索尼太骚了 要不然咱们这台掌机就要改名XBOX Phone了 或为Surface Phone扑路 这样一折腾下来 我们真的就在500元以内搞定了这台超强游戏掌机 PlayStation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地把玩一下 看看它到底能发挥多强实力吧 把玩的第一步就是刷机 虽然乐视已经死了 但是我震惊地发现 乐视手机居然有非常丰富的玩家社区 国内的论坛里 各种MIUI Flyme的包满天飞啊 咱们这一台Pro3甚至还可以刷上MIUI11 我敢说很多小米自家的手机都不一定能刷上MIUI11呢 这样的热闹程度可完全不输给一些还活着的厂商啊 更让我震惊的是XDA论坛 这台手机在国外居然也意外的火爆啊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开发者在不断地更新系统更新内核 甚至连刚刚推出的安卓10都已经放出来了 我们最后刷的是Nitrogen OS 这是一个基于AOSP在原生安卓9.0的基础上做了点调教的ROM啊 那么对于国内的日常使用来说 其实我觉得刷MIUI会更加实用一点 但是我们这个机器纯粹是拿来玩游戏的 也不用装淘宝这种独流软件啊 所以说原生安卓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又流畅又好用 刷完机之后别忘了装上Magisk给手机root一下 除了ROM之外 我们也刷了超频内核 不光把这台手机的CPU频率拉高了0.1G 而且原生57Hz的屏幕也超频到了60Hz 可是刷完内核我们发现 本来可以正常使用的PS4手柄 诶?怎么失灵了呢? 哇!这个就让我们很为难了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上XDA找到了原作者的Telegram 然后亲自去联系内核的开发者本人 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开发者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 我们发现他可能手上并没有手柄能测试这个特性 所以没办法了 我们决定在他的指导之下 自己在内核原码基础上进行修改 咱们看看现场编译版内核能不能用啊? 这个时候就需要现学现卖了 我之前从来都没有编译过Linux内核 但整个过程其实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我们装一个Ubuntu 打开终端 然后三下五出二就搞定了 我都不行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Linux内核的话 可能只要花个三四天体验完各种报错 基本上你就学会了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呢? 安卓用的Linux内核对于PC玩家来说 你就可以理解为类似BIOS的东西 它是介于手机硬件和安卓系统中间的一层 里面也有超多的选项可以折腾 如果要深入玩家的话 我强烈推荐你自己去折腾一下内核 还是很有趣的 我们在这里进到HID设备里 发现这个索尼手柄的支持果然没有开启 那我们帮它开启一下 顺便我们也帮XBOX手柄设置一下 折腾完之后编译一下 给手机刷上内核 果然就恢复正常 终于可以完美识别手柄了 而且这一下我们的超频预设也得到了保留 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安安心心地开始玩游戏了呢? 还不行 你别急啊 我们最后还得做一件事 那就是定屏 手机和PC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在PC上超频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处理器频率是比较容易固定的 但在手机上 就算你刷了超频内核 人家也不见得就让你跑到最高频率了 因为手机的性能受到温控和功耗的严格限制 这就需要我们先折腾一下电源管理了 第一步我们就进到Vendor目录里 把两个温控文件给删掉 这样我们在通往超频的道路上就畅通无阻了 第二步我们要下载一个内核管理软件 那我这里用的是SIM 这个软件强烈推荐大家尝试了 真的很好用啊 里面默认就帮你配置好了几种性能模式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还可以手动去定屏 手动的定制温控 这个软件里还有各种超多非常实用的功能 我就不一一说了 那这里我们就把CPU频率全部拉满 那么对于GPU来说的话 光调频率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功耗级别来决定性能 比如说我想满血的话 就把功耗级别开到0就可以了 火力全开之后咱们来跑一下分看看 由于821只是一颗4核处理器 所以Geekbench 4的多核成绩我们跑下来还是比较惨的 只能说比439这种废物要强一点吧 比636还是更弱了一些 但单核还算可以 单核成绩有点接近高通710的水平了 真正让这一位老兵闪耀光芒的是它的GPU 我们拿GFXBench 5.0的Aztec Rune测试一下 不管是1080P还是2K的分辨率 821的GPU都要比730甚至730G还要来得强劲啊 在考验降频情况的3DMark里 这种优势就拉得更加明显了 由于我们去除了温控 CPU和GPU都可以满血一直运行下去啊 这一颗超完频的821 表现甚至不逊于最近很火的麒麟810啊 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台300元逃来的手机 它所具备的图形潜能 是可以和如今那些1500左右的星级叫板的 这对于一台游戏掌机来说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我们把性能压榨得这么干净 也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虽然这颗821不会降频了 但是90多度的满载温度也实在太高了点吧 尽管对于这台掌机来说高温并不会带来烫手的问题 但是长期90度工作还是很让人担心这颗芯片会不会翻车的 所以我们决定给这台PlayStation Phone引入一个DLC 它的名字叫冰雪王后 你眼前的这个小装置乍一看可能觉得是个风扇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半导体制冷片 它的原理和冰箱空调是类似的 通过在两个不同的导体之间形成电流回路 电子会发生定向运动 将一端的内能带到电厂的另一端 这样就会出现一端吸热另一端放热的结构了 这个在物理学中叫做伯尔贴效应 那么我们在放热的那端加装一个散热器 就诞生了这样一个非常高效的散热装置 半导体散热是通过制冷来散热 所以对于手机格外的有效 因为大多数手机的SoC并不会直接导致到外壳上 很多手机的SoC甚至是正对着屏幕放置的 上面还会覆盖一层屏蔽层 这就意味着 哪怕你在手机的背面压一个猫头鹰的D15上去 它也只能稍微降低一点外壳的温度 对于芯片的降温作用是有限的 而半导体散热相当于是把你的手机直接变成了一个冰箱 它可以大幅地降低手机内部的环境温度 这对于手机这种热量捂在里面的设备来说会更加有效 这样一个半导体散热装置其实成本并不高 只要你不介意外观 淘宝上可以买到各种DIY的半导体散热 比如我们这个就只花了45块钱而已 找个手机壳捡个洞把它塞进去 你就有了一个便宜好用的散热套 但这个装置的问题就在于功耗 比如我们这个制冷片的功耗可以达到10W 比很多手机的整机功耗都要高了 通常就需要外接电源来供电 但我们这可是掌机对吧 不能移动还叫什么掌机呢 所以我们决定在后面捆上一个超迷你的3350mAh的充电房 给散热供电 加装了冰雪皇后之后 我们的PlayStation Phone明显臃肿了很多 但由于手柄的加持 咱们的握持姿势还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 这样一来虽然增加了重量 但还算勉强可以接受吧 好在最后的降温效果相当感人 满载温度从刚刚的90多度降回了70多度 效果拔群啊 这样一来 这颗821就可以火力全开地奉献它的青春了 到了这一步 咱们已经解决了所有硬件问题 终于是时候来玩点游戏了 手机上有很多游戏是原生支持手柄的 尤其是一些主机移植过来的游戏 特别适合用手柄来玩 最著名的莫过于GTA了对吧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罪恶都市》 有了手柄之后游玩体验比起搓玻璃可要舒服太多了 感觉就像在主机上玩一样 而且这个立体声的外放效果真的挺不错的 听着电台开着车沉浸感十足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游戏的配置要求不是很高 很轻松就能跑到60帧用不着散热器 但在路上玩也不用担心耗电 这种游戏就特别适合在掌机上玩 但对于我们的PlayStation风来说 《罪恶都市》未免有点太轻松了 我们来玩点现代的游戏 比如《狂野飙车9》 这同样也是一款默认就支持手柄的游戏 插上就能玩 但这个压力就比刚才要大多了 我们以默认画质解锁60帧来跑跑看 不得不说赛车游戏确实用手柄玩才是最合适的 在《狂野飙车9》里面 我感觉手柄比重力摇杆还要好用 作为一个经常在PC和PS4上玩赛车游戏的人 换上手柄之后瞬间就找到手感了 至于性能呢 我们把821拉满了之后 大多数的场景都可以跑到50多帧 最低掉到40多帧 基本可以保持流畅吧 不过手机上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可以支持手柄的 对于不支持手柄的游戏 我们可能就要用到按键映射了 现在手机上按键映射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一些游戏厅来实现的 很多游戏厅都会帮你提前映射好游戏 插上手柄就可以玩了 我这里用的是葡萄游戏厅 因为我用了一圈下来 这个游戏厅对于PS4手柄的支持是最好的 而且映射延迟也不高 游戏体验还算可以 但它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好多游戏都有服务器的限制 比如崩坏3的话 它就只提供了9油服 其他的服务器都是不支持的 哇 你说你只支持官服 我还能理解 你只是个渠道服是什么鬼啊 这个操作我是完全没看懂啊 好在它们对于吃鸡的支持还是不错的 那如果你想要按键映射的话 就需要在游戏厅里下载吃鸡 然后就可以享受手柄操作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吃鸡好了 吃鸡对于821的手机是做了限制的 默认只能开中画质30帧 那我们可以通过GFX工具枪来解锁这些限制 怎么样玩就玩得狠一点嘛 超高清高特效60帧 看看咱们的PlayStation Phone 能够火力全开 跑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诶 好像还可以啊 基本上这个战局可以维持到40-50帧的帧率 游戏体验还是蛮流畅的嘛 而且用上了手柄之后 微操方面了很多 虽然我觉得映射的体验并没有原声那么好 但对于我这种在主机上用惯了手柄的同学 这个操作逻辑显然要更习惯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 吃鸡在解锁了限制之后 对于机器的压力真是空前的大 你看咱们就算用上了冰雪皇后 温度也要飙到80多度了 有点吓人啊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手机电量很低的话 CPU甚至会因为供电不足而降频啊 所以出门在外玩游戏 咱们还是锁个针吧 前面已经说了 崩坏3没有办法用游戏厅映射 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做映射 我用的软件是Game Controller 2 Pro 这是一个付费软件 可以在谷歌商店里吓到 算是我用下来bug比较少的映射软件了 咱们先需要花点时间把按键一个个的对好位置 对好它的大小 然后就可以顺利的操控各位老婆了 映射延迟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可以感觉到的 有的时候闪避慢个一小会儿就躲不掉了 刚上手的操作表现可能还不如平时 体验了几局下来 我说实话 崩坏3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用手柄玩 并不会有什么大的优势 毕竟它的按键数量不多 两个手指搓搓玻璃也已经完全够用了 另外 崩坏3这个游戏对于硬件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开中画质才能比较流畅的玩 通常还是能保持30-40帧的 但是特别复杂的场景 掉到20帧以下也不是没有过 在这个配置上我反而觉得锁30帧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 另外我们也试了是最近非常火的使命召唤Mobile COD的情况和崩坏3也比较类似 游戏厅里只提供了全球服务 但我玩的是亚服 所以我们就只能自求多服了 还是自己创建一套按键映射 锁性手柄这个东西我觉得在COD里还是蛮有用的 至少明显要比崩坏3要更有用一些 毕竟虚拟按键实在是有点不太适合玩FPS 相比之下 手柄的操作手感或多或少还是好一点的 COD Mobile从硬件要求上来讲 好像也比其他几款游戏更加轻松一点 我们的掌机平均跑到50帧左右完全不成问题 玩起来还是很爽的 游戏体验可以说是非常流畅了 不过既然我们都已经搞出这么一套东西来了 那光玩COD的手游还有啥意思呢? 干脆也来玩玩真正的COD嘛 比如说刚刚推出的《现代战争》 我们就可以通过PC通过串流在这台掌机上玩到了 在安卓机上 其实相比Moonlight 我更推荐用Steam Link来实现串流 一方面Moonlight在安卓上会稍微多一点延迟 另一方面Steam Link对于两种手柄 Xbox手柄和PS4手柄都有非常好的支持 但Moonlight就对PS4手柄不太友好 由于COD并不是一个Steam游戏 所以我们需要把启动器手动添加到Steam库 这样一来即便不是Steam上的游戏 也可以利用Steam的手柄API了 好了 我们来玩一下俄罗斯这一关了 锁了6帧之后整个游戏的体验还是很流畅的 延迟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且最棒的是由于手柄用了有线连接 所以在串流的时候依然支持震动反馈了 开枪的那种细腻的抖动可以很原汁原味地传到你的手上 给你枪枪倒入的手感 这种感觉在赛车游戏里更加明显 本来赛车游戏就很适合用手柄来玩 有了震动之后 不管是碰撞还是压到路肩都可以感受到反馈了 说实话 平时沉浸在游戏里 我甚至都快忘了震动反馈的存在了 但是在这台小掌机上玩串流游戏 这种互动感反而特别明显 真的很奇怪啊 除了手游和串流之外 我们最后还尝试了一下模拟器 如今在手机上已经可以跑动很多相对现代的模拟器了 比如Dreamcast游戏就可以在手机上轻松地跑起来 我们用Redream来运行了一下非常经典的沙漠1 即便把分辨率拓展到1080p以上 也可以非常稳定地跑满60帧流畅运行 如果我们把帧率解锁之后 甚至可以跑到120帧以上 感觉这个还挺适合用来玩一些怀旧游戏的 新一点的模拟器 比如PPSSPP 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合金装备和平行者 这一代是小岛秀夫亲自牵头的作品 游戏素质非常高 但为了照顾当年PSP的硬件 默认只能以20帧来运行 20帧在手机上简直没法看 卡出响来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金手指把它解锁到60帧 这样一来游戏体验就好多了 60帧全速运行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我们的PlayStation Phone勉勉强强可以做到不掉帧 虽然发热不小 但玩还是流畅玩的 最后当然也要试一下压力非常大的GameCube了 我们用海豚模拟器来跑了一下极品飞车球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经典游戏 这个就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即便咱们火力全开 只是用480P分辨率运行 就已经足够吃满硬件了 全程20多帧到30多帧运行 掉帧最厉害的时候只有十几帧 玩起来非常吃力 只能说如果你能忍受得了这种卡顿的话 这个821也算勉勉强强跑得下去吧 今天我们算上DLC 总共只花了600块钱不到 就折腾出了这么一个神奇的设备 不光有出色的性能发挥 在游戏体验上操作手感上也足够让我满意了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台PlayStation Phone呢? 其实我也很鼓励大家去试着玩一玩机 如果你有一些小闲钱的话 不妨可以自己淘一台这种旧设备 折腾一下也会得到非常多的乐趣 毕竟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折腾嘛 节目的最后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